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欧的比例代表制就变成了中央集权的一个工具和统治瘫痪的工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打倒了巴伐利亚王国和普鲁士王国和旧王国以后,他反对对象突然消失以后,挑战者变成了统治者。 于是,很快就在维马共和合,证明自己完全不能适合于统治。而托克威尔非常皱眉的瑞士联邦,则走上了恰好相反的道路。 由于各邦的封建势力在共和主义的民意之下仍然存在而且强大,所以中央一级极力推行的比例代表制强化了中央权力而没有削弱地方权力,使得1848年以后的瑞士联邦多少具有了美国的规模,使双方获得的权力平衡。 而战争和革命摧毁了德国的充建聚会主以后,比例代表制建立起来的维马共和国,变得完全没有能力进行统治。 它的主要大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依靠全国各地分散的选民,因此它变得很像是印度依附于国劳党的穆斯林联盟。它在每一个邦都是少数,但是在全国却是一个最大的选民团。 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不是巴基斯坦,而是印度。印度的穆斯林比巴基斯坦多,但是它们之所以没有加入巴基斯坦,是因为它们在每一个邦都居于少数。 它们的联盟是国大党必须争取的对象,因此国大党显得像是英国帝国主义和穆斯林帝国主义在现在印度的一个代理人。 国大党政权的存在就像是殖民主义的残疑一样,受各邦的土族厌弃。然而各邦的土族建立起来,地方性质政党又不足以维持长期的统治联盟,因此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还是能够以这种方式倖存下来的。 比利是代表者产出的大党很容易就是这样,它的地方党部和基础,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注使,它在每一个邦都处在反对党的地位。 而全国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则破坏了原有的封建共治机器。封建共治机器是不讲少数派、多数派的,处于弱势地位的行贿,因为工会本来是行贿, 跟本地的诸侯和大行贿共治。它在每一个市议会当中都是少数派依附于胖子的受制,但是它的地方性效忠仍然是忠于某一个城市的。 而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使得比如说每一个旧的帝国城市和帝国帮的原有的下等行贿和没有行贿的新兴共治。 社会民主党的产生和扩大的主要因素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原有的行贿组织不能容纳的工人。这些工人并不高兴获得农民工的待遇,而避免使他们受到农民工的待遇就是主要因素的社会民主党的存在。 然而社会民主党的存在使他们不可能再加入原有的封建体制,因此原有的封建体制在各地都出现了缺口,出现了地方性的分裂。 这种分裂是帝国政府和帝国国会乐于看到的,它削弱了像巴登·巴登·魏玛这样的小邦的权力,使这些小邦日益依附于普鲁士行政机构,而普鲁士行政机构又可以通过帝国议会对普鲁士三级会的压制为帝国宰相活动。 这一系列机制操作的结果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民意上成为帝国的朝敌,让日本人说话就是朝敌,国家的敌人,而事实上却是自身的存在维持和加强的国家。 这就是比利代表制在中欧存在的主要理由,因为比利代表制是真正的家园,就像是封建的议会是真正的家园永远在英格兰一样,它在离开自己的本乡以后就会变形,失去言有意义。 比利代表制在德国,在德国世界的真实意义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反封建的帝国首相,作为对内外调家的帝国首相的马基亚维尼工具。 但是在法国和西班牙和拉丁系的国家则是知识分子喜欢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自身也是无根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占据优势,但是他们在巴黎的大讲台把全国的粉丝和观众集中起来的人数也很不少。